我发现了张家辉先生的法宝就是不想回答就问你觉得呢 我们细想的是房子有关的事 香港买房子也挺贵的吧 挺贵的 在香港一个工薪阶层要买个房子得奋斗多长时间 40平大概要花多少钱 可能也要想好几百万吧 真贵 您是什么时候买的房子呀 我比较幸运 因为我早年在TVB的那个年代 就哪个时候已经是买了一个房子 大概是哪一年 可能是在9293年左右 9293就自己买房子了 可能是吧 那时候买一套多少钱呀 大概两三百万 就买响了一个70平方米的 70平方米的一个郊区的一个小房子 真让人羡慕 9293年就有自己的房子了 你看看我俩 你已经有三四套了好吗 那就是最近的事 92年就买了 我92年买 我现在何止三四套 在我们的观念里 大明星都应该住豪宅 都有很多套了 您也是吗 我觉得这个不好说 明白了 不太方便透露是吧 就不能说有几套 对吧 不合适 但是房子挺大 现在啊 这个也不好说 您在内地拍戏 您应该知道啊 咱们内地啊 女孩子出嫁 大多数的女方家长的首要条件 就是看对方的男孩啊 必须得有房 因为这有房子跟婚姻 它基本上是个 直接的必要关系 它能够形成一个新的家嘛 您以后 您女儿要是出嫁 也会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吗 不需要 无所谓 这个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您对您未来的孤雁 没有要求 有 它最起码就是 我觉得爱我的女儿 就够了吧 真的让她开心 自己也是一个勤快的人 老实 您是那种会干涉女儿 谈恋爱找对象的爸爸吗 比如说他找个男方 怎么呢 你想要追我的女儿吗 我儿子有这个想法 你儿子有多大 我儿子八岁了 八岁了 那你怎么有 怎么样的想法 就是我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 那你可以再想多一些吧 您比如说我该朝哪方面 为我儿子发展发展 再想清楚吧 有好多事情要想的 就是老实 爱您的女儿比较重要 开心的 让她开心的 让她开心比较重要 你觉得没有面包的婚姻 是会幸福的吗 当然不可以吧 你总不可能说 要两个人一块生活是 没饭吃的那种 咱也不用那么惨 只是说没有面包好吗 其实最近您的作品非常多 在内地也很受欢迎 会考虑来内地发展吗 这个是我从来都是想要合作的 的一个想法 其实一集也有好多大陆的剧本 叫到我手上 但是如果我们分隔两地的话 一个大陆的导演 然后他心想江家辉 给他给我一个本子 大家也想要把它弄好 但是沟通的时间 其实确实是有点困难 往往就是这个问题变成了 就不能尝试